社会防护网的2.0 没有做好的部分 花了407亿 终于赖金德主席 刚刚也发表 跟我类似的讲法 我也看到蔡英文总统 终于站在民众的角度 也发表类似的讲法 但是很不幸的 民进党还是用抹黑攻击 开酸民进党 而周一文的脸书立刻发文 却被网友留言灌爆 怒轰摆烂的是贵党吧 遇事不自我检讨 还好意思甩锅 出事都推给党中央跟民进党 难道是先谴责先赢 还质问双美是现在谁执政 你们是执政现实也 面对在野党的质疑 总统府发声明澄清 强调总统相当关切 而且感到痛心 第一时间就向幕僚了解相关的资讯 中央政府主管机关 也将全力协助 后续的检讨落实 而身兼民进党主席的副总统赖清德 也在中常会上 针对女儿案发声 赖清德力挺社工之外 更强调执法的单位 应该注意比例原则 在这不幸的案件发生时 不该让他们在第一线独自面对 那我们除了保障孩子的安全 究责严惩 以及推动制度的改革之外 所以你要同时确保 社工的辛劳可以被重视 虐同案中央地方则无旁贷 但是在野党第一时间 却只把矛头对准中央 狂喷政治口水 恐怕连民众也无法接受 民事新闻 邻居吴雪涵中的名杨伯爵 台北报道 对改革的决心